记者黄淑丽云林报道,国际狮子会台湾总会中山医学大学世光学系今天前往陡南云林特殊教育学校,免费替学生筛减视力及配进。 校长林一文表示,狮子会及中山医大半年以来学校三次,学生的视力状况明显有改善。 国际狮子会台湾总会视力维护教育及行动委员会主委林俊明表示, 台湾青少年近视比率高,小学毕业近视率47%,高三毕业高达76%,最近几年因3C产品普及视力问题更恶化。 有鉴于此,狮子会多年来巡回各校园免费替学生视力筛减。 林俊明说,对于需要配眼镜的弱势学生总会并与法国伊士陆镜片公司合作,提供免费配进服务。 林俊明指出,特教学生视力检查困难度高,检查一个人要花一二小时,对眼科诊所对医师也是挑战,因此狮子会把专业人士带到特教学校。 早期发现孩子的视力问题早期矫正。 中山医达世光系讲师吴杰林表示,特教生看不懂一字视力表,也比不出方向。 视力筛减时可使用点影镜,最大困难是要让他们专注,所以有时要搭配唱跳影音。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